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订阅明镜 哈喽大家好 欢迎大家收看由JY为大家带来的英雄联盟手游的教学视频 怎么说呢 事隔了很多年啊 重新制作教学类的第一次教视频 最近也是因为接受到了英雄联盟手游项目的一个邀请 我们这些以前做教学视频的 还有这一批做视频的解说 说都会来做视频了 也是希望我能做一期 然后今天就给大家带来一个正义具象加里奥的一个视频 希望对于广大的英雄联盟手游的观众会是一个一定的帮助 我们首先介绍一下技能 正义具象它其实最早就在版本里面 它是一个法系的坦克 在这个版本里面 它其实跟以前相比 它的出装基本上是偏向一个纯术出装美 而不会说再去出以前的什么魔炕装 定位基本上都是玩中单和辅助表多 我们的视频今天会为大家带来中单的这样一个视频 包括像一些对线的一些思路 包括中后期一些打团的思路 对于正义具象而言 它现在的定位无非就是法系坦克 但是它的输出也非常高 我们首先看一下它的技能 技能这边它有个被动技能 它叫这个具象重击 这个技能其实是5秒钟左右就会让你有一次额外的AOE伤害 但是这个伤害 大家要知道它是可以跳出去小弹距离的 它不是一个纯平A的 所以它的射程还是有一点点的 同时它这个伤害是一个AOE技能的一个伤害 所以大家补这个卡刀的时候一定要注意 Q技能它是一个非常强力的一个弹道速度比较快的技能 它这个技能可以从两侧放出多远风 这个聚合之后还会以对面最大生命值造成伤害 这个技能是一个我们要主生技能 我们简称Q技能 Q技能是一个主生技能 以及它弹道速比较快 命中率比较高 对象的时候你只要轻轻一点 基本上就都命中了 只要对面在射程范围内 但是后续伤害其实就一般了 有没有就无所谓了 W技能是它一个群控技能 也是它的一个看家技能 这个技能你按住之后 手游是你可以按住的 蓄力的 蓄力蓄满之后 它其实可以给你达到一个最满的效果 蓄满之后和不蓄满 它的差别有一秒 它的嘲讽敌人的时间是从0.5秒到1.5秒 所以这个东西还是要大家自己去把握 你什么时候要蓄满 什么时候要秒放 这个都是要具体问题具体分析的 因为你有的时候你为了蓄满 对面闪现走了 你一套combo连不上了 那就将对面跑掉了 E技能是一个位移技能 一个冲锋技能 撞击技能 它可以撞到人 撞到人之后会有伤害 但是这个技能特别不好的两点 第一点它是会往后 位移一小段再冲出去 它往后的时候 如果敌人有人在你身后 它会停掉的 所以这个算是一个缺点 以及它不能穿墙 你用这个技能 你说它是一个位移技能 但是它不能穿墙 其实也比较尴尬 这个技能其实是一个标准的位移控制性技能 但可惜不能穿墙 以及它会要先往后做动作 会给对面很长的时间用闪现 或者其他位移来夺你这个技能 大招是它的招牌性技能 也就是我们为什么要用这个车 加里奥就里面它打招 它算是一个全途支援性技能 跟目前英勢两名手游里面 卡牌比较像 包括潘森这三个英雄 都有这种全球支援性技能 还有好多 以前没出的梦魇 还没有出 以后会不会有 也就不知道了 但是它是要根据你的队友英雄的位置 而选择落点 这个就比较尴尬 因为你不好自由的选择落点 所以你要根据队友的落点配合 最好就是你的队友在被两三个人在追 你选择援护它 正好下来能砸到一堆人 这个落地了之后是会有一个额外伤害 包括像之前也跟大家没给大家提过 像W技能也会有一额额外的护盾 主要技能比较简单了 因为它是上手比较简单 所以我们现在就直接进入到今天总片 好 这一场是一个翡翠段位的一个牌位 这个游戏还没 因为大部分玩家应该还玩不到 因为这个游戏现在还没有资格 有资格也是一些主播 所以说大家就大概看看 手游来讲基本上还是非常简单的 大家像这个英雄为什么作为第一期视频 我记得当年做英雄雄雄视频的时候 第一个视频是安妮 然后做加里奥这个视频 也是因为简单 前面我们看对线是小鱼人 小鱼人这个英雄太强了 这个版本 所以以后也会做 见面一个Q先打掉一些血 然后五秒钟一次被动 其实是非常好用的 前期我们先把线推过去 这个推线的好处是这样 因为英雄联盟手游 它跟多游最大的区别 就是说它的线比较快 你比如说你把线推过去 你可以去游 你游走游不到人 你再回来补线 其实是不会落经济的 所以因为手游嘛 这东西就是为了让你能够快节奏 那所以根据端游的不同 我们有些固化的思维 还是要有不同的转变 然后放Q技能的时候 你尽量还是瞄准一下 然后你要是 如果就是你不想瞄准 然后这个所谓的手游里面 也会有智能师法 就你清点一下 它也就自动的往对面人身上放 前期还是要尽可能的去消耗 然后呢 它线上的冰呢 它是有果子的 所以它这个果子 我们就可以理解为 我们平时端游里面出的血瓶 所以我们还是要先把对面消耗掉 再说 对于果子这个东西来讲 我其实非常喜欢 就是吃果子加钱的天赋 因为它 我们这波是直接先易 但对面反向比较快 你看这就是很蛋疼的点 就是它的一级灯 永远就会先往后喂一段 给对面一个比较充分的反向时间 然后果子这个东西 你肯定要消耗掉之后 才能找机会去击杀它 很多装备上面分歧来讲 我其实比较喜欢 当然游戏里面有很多固定的出装 有些英雄你用它推荐出来就可以 有些英雄还是要有自己的理解 像比如说加里奥的英雄 早期时光战肯定是第一剑 然后直接出巫妖也是一个不错想法 我这边是直接选择开大招 开大招过来之后支援下路 这波砸下来之后 然后一上去没撞到 直接开嘲讽 把这个人头收掉 这一波其实就是前期的一个 底下的加里道到5G的作用 因为手游你到5G就有大招 那这个时候你的下路拼前之后 你会非常有底气 然后大招呢 它这个范围呢 其实是比我们游戏指示器要更大的 就是它的指示器 是比如说范围 是大概是一个300的圈 那你砸过来之后 它可能是有400的效果 大概就是这个意思 回去之后呢 直接做了这个时光照 时光照这个东西还是 就是对法坦来讲还是比较重要的 这波支援 然后拿到人头了 那我们现在这边我们就继续发育 手游呢 你就是有机会 你就去游 没机会 补好线上的兵 线上 线上 每波线上就一共就4个兵 这个补起来还是非常好补的 这个 但是 但是 每个兵都很重要 这一波呢 是对面 小鱼人想打我一套 然后我先嘲讽 嘲讽之后 接一 当然我们这个连招 其实不用说特别 就是特别 在乎它 这波它大招空了 然后那个 毕竟翡翠分段也就这样 然后可能有的观众会觉得 端游什么什么水平 拿到手游会是什么什么水平 这种东西我就不回答了 因为 因为我都不知道我自己端游是什么水平 我自己端游都几年不玩了 所以这种东西我也不知道该怎么说 然后我也是因为最早的一批视频做着 然后期间好久不玩了 不玩了点 我现在五秒有大招 可惜的是 这个比较好的时间 我没有办法去支援 没有大招 我是 我都忘记我什么时候开始不做视频了 为什么不做了 因为那个时间点 大家都很厉害了 这边还是小鱼人Q过来 我们呢 他就让他吃我的这个嘲讽 嘲讽之后就再接个E 因为实际上 这个 这个 加里奥 大家可以看到 他的技能啊 每个都很好用 但是他的CD非常长 所以说 变成这种情况 我们的技能一定要准 万一空了一个技能就不好打了 然后 我 我当时不做视频点 刚才给大家说过 就是因为大家都很厉害了 夜学灵风出了几年的时候 就不做了 因为 我这个视频还是以催眠 不是 还是以这个 教学为主嘛 对吧 所以 一般这种情况 大家都不需要我再教了 那 我就不做了 当然 那个 还有一个原因 就是因为我那个蓝莎太厉害了 就 也不知道 为什么 确实蓝莎那时候比较厉害 就转向蓝莎了 游戏联盟这边 后来也没再播了 现在再重新做手游 因为手游这个东西刚出嘛 然后自己其实也要玩 感觉 这个 非常 有这个怀旧感 而且 先看这一波吧 我这一波其实是有大招的 有大招这波直接往下 直接 大过来 这一波大过来之后 其实还是依然没有能砸到人 但是我直接接闪线 接这个 先闪 然后开W 嘲讽到露露之后 还是把露露收掉 但是 这个青钢影就不太 不太好弄了 这波小游人过来了 小游人过来之后 我没有什么太好的办法 因为我毕竟技能全交了 大家可以看到 加里奥技能就是这样 你一套打完之后 你基本上可以在旁边站着了 你看着就可以了 这边直接撞到他 撞到他的时候 他击飞的这个点 你就可以正好续一个满的W 然后 这个时候 可惜 小游人 生存能还比较强 没有办法杀死 然后 导致他跑掉了 但不过 没有关系 大家只要学会这个连招就可以 包括你有的时候 预判别人要 强开你了 你就可以提前 就是 开W 你看这个 青钢影 就是 他 我觉得他要溢我了 我就提前开启W 那这个时候 其实 对于我来讲 那他 等他碰到我的时候 他第二个技能还没有接出来 他已经被我嘲讽到了 已经被我碰到了 作为英雄龙手游 我最近一个是 在最早国际服务就玩了 然后 现在国服这边 在这个 超人测试 我也是自己在练习 主要还是因为 像 到了这个年纪 那再去玩 端游 可能没有那么厉害了 而且 手游来讲 对于我们来讲 最大的这个 方便的 这个一个 方式 因为 我相信现在很多 我不知道 现在很多 我觉得 重新 就是以前的老观众 打开这个视频 重新看我的观众 我估计有些观众 甚至都有可能 跟我一样有孩子了 当然了 也有可能 有些观众 连女朋友都没有了 但这都不重要 重要的是 手游方便 你可以在 比如说 我在带孩子上课的时候 我就可以玩 玩一局 所以这就是手游便利 这一波 直接是 这个 嘲讽之后 马上开金身 金身之后 这个 这一边呢 我其实直接是 猿狐队友 这个时候并不是 为了去 逃跑 或者是支援 这波纯属 为了猿狐队友 打个伤害 但可惜的是 这个落点 其实并没有 击飞太多人 有的时候 大招呢 在团战的时候 他 他跟潘森的 这个大招 其实有点像 就是潘森的大招 现在也有伤害 然后你大招 如果落地好的话 跟有些英雄 可以打出配合 比如说皇子 框到人了 那这个时候 你直接打到皇子 是可以打出 这种非常精妙配合的 我就拨一个绕后 绕后之后 这个时候 直接掀开 掀开W 如果你能保证 你的W 能够打到人的时候 你就掀开 掀开之后 我就一套技能 就把路撤掉了 后面这个VN 大家也看到了 还是打不死 因为我没技能 然后后面还是要重新等级的 把它带走 所以说整体的流程 就是这样 然后装备这方面 其实 两种出装 第一件肯定是时光场 时光场出完之后 我们下一件第二件装备 其实 对于 加里奥这个英雄来讲 他的 法系加成是非常高的 所以出帽子 再合适不过了 当然 如果说你觉得 帽子这件装备 你觉得 合成太不过于平缓 因为帽子太贵了 那你就可以选择出 那个巫妖这种东西 巫妖也是个非常不错的 因为他巫妖 这边我们时间还是 先开W 然后再去贴 但是可惜没有贴住 然后 我们这个连招尽量先开W 没有技能了 我也就没有太多的去往上顶 但是刀妹这边 是放了技能 所以这波我们还是要 应上一波的 W之后 直接开大 这个时候就 这个时候 我这波大招非常厉害的 非常帅 直接击费了将近三个人 对面还是全是虚血 可惜瞎子这边 双杀之后 没有太多的这个机会 我这边直接是 这个Q4VN 然后呢 这边还有一个 这个 虚血鹿鹿 那这边我们就站在这就可以了 因为 队友已经在推线了 然后由于说我们的这个 Q技能的弹道速度 飞行非常快 一般这个弹道是很难躲掉的 所以你在跟对线的时候 你就直接Q就完了 你哪怕不瞄准都可以 但是 玩手游的观众呢 你可能 可能更多的人喜欢偷懒 就是轻点一下 但其实还是秒一秒比较好 回去之后 我们出这个 巫妖 巫妖的强的点 就是在于补伤害 因为我们都知道 加里奥的技能 CD身比较长 所以我们一套 可能打不死人 但是加里奥 他有被动 被动配合 巫妖的这个伤害 加起来 其实是非常可观的 出了帽子之后 我们可以一个Q 基本上把 一波小兵收掉之后 我们就可以来回去游走 这波其实刚开始 是一个大优势局 不过大家也知道 我的视频素材 其实 基本上不太会用 特别大优势这种 所以这波 我们这个贴小一人 然后平衡一下 然后人头是被瞎子抢 但是不重要 因为我们的这个 连招的顺序 不会有太多改变 这波是被迫开了金身 开完金身之后 还是先开 自己的W技能 但是可惜的是 这波死亡闪相 因为确实跑不掉 至于中亚这个东西 我为什么选先出的原因 是因为首先中亚800块钱 对于手游来讲 它性价比极高 因为对端游来讲 因为 我为什么老说端游 因为我们 我相信 大多数目前来看视频的观众 可能都是一些老的 游戏联盟的端游的用户来玩的 因为端游里边的中亚 端游里面中亚现在不是附魔吧 因为我好久没玩了 我只是想表达端游里面的中亚 以前你要出个中亚 好几千块钱 而手游里面 它只是个鞋子附魔 那这么一笔的话 那我的天哪 那这也太划算了 所以我会先出中亚 然后 不过这也没有关系吧 这也没有关系 所以我们先看这一波 这一波我是直接去选择 援护我自己边的得来文 我这一波直接是嘲讽到很多人 位置非常漂亮 可惜的是好像队友没有打赢 这边我还是以队友这边为核心 但是不知道为什么队友这波非常鲁莽的上了 那我现在只能是开个W 然后再撞 然后再评A 可惜一个人没打死 这个正常的情况下 应该是1v4的 在视频的素材里面 可惜这波是 但是这一波 这个团战 可以侧面显示了 伽利奥这个英雄 还是起到关键性作用的 包括大招的援护 包括 这个在人群中的这个嘲讽 只是我自己判断失误 因为当时我觉得 我们我方的得来文 可能会被对方切到 对方可能会切到 我们的AD 所以我就援护他 但其实我要是援护全排的人 可能 又是另外一番光景 但这不重要 我最近其实每天晚上 这个因为以前我们做解说的时候 就都没有直播的 现在不行了 时代不一样了 对吧 这个你要养家糊口 你只能当主播 我这个可能有很多观众不知道 我在虎牙的这个房间号12123 这个在直播 每天基本上都播 英雄新联盟手游 当然有的时候 目前每周四五 要播狼人杀的一个比赛 所以大家想来看看我的话 可以来看看 因为很多观众之前 都在别的自媒体的账号上 都跟我聊过 就说许久未见 甚至想念 问问近况在干嘛 因为好多观众以前也都是 甚至还以前去淘宝店支持过 都是都都年轻过 但是算是一个比较感激吧 然后大家如果这个可以来 这个我的直播间来找我 我们可以一起聊聊天啊 什么的 这一波月塔了 月塔了有点膨胀 身上还有中压 我觉得我是跑不了了 然后想回头反杀 但是还是死掉 但是 这一波其实月塔其实不太明智的 因为在这个时间点 因为你的月塔可能导致就丢龙 丢龙可能就一波 手游是节奏非常快的 因为有的观众可能玩这个游戏 就会发现 我玩这个游戏 怎么就被一波了 是这样的 因为这个游戏就是要节奏快 就是要让大家基本上在20分钟左右就结束一场游戏 所以说 你有时候的一个失误 或者你的一个月塔导致团灭之后就没了 它比端游更加降低你中控器的容错 你犯一次错 对面隆隆不打 直接把你就打了 因为它没有高地水晶以及没有门牙 把外面的这个外塔 3500格水的塔打掉之后 直接就可以拆你基地 虽然你的基地可以有这个攻击方式 但是不好意思 就是基本上不会太给你其他的余地了 现在场合比分27比25 本来是个大优局 现在变成一个这种军事局了 对于阵容来讲 其实我们这边其实还是保护好 这个德莱文就可以 这边呢 直接数一个大招去支援队友 中后期呢 我们可以选择分推 但其实也不大 还是先Q一下 然后瞎子还是非常勇敢的上去了 然后我们这边一个平A带走 我们触发了巫妖 并且加上自己的被动之后的伤害 是非常强的 所以这一次平A的伤害 其实跟我们一个技能伤害 其实大差不差 甚至还有比那个伤害 还有比有的技能还要伤害高 所以出完巫妖之后 加上帽子这种伤害 我们非常强的 这一波直接先QQ空了 然后就没有什么然后了 因为队友都死掉了 这个游戏还有一点 手游里边有两个龙 一个是大龙 一个是远古龙 远古龙它的时间是基本上一直持 就你拿到之后是一直持久的 大龙呢 其实时间就比较慢 就比较会持续一段时间 但是呢 经过这个时间之后 你就会丢失它 所以我们还是永久的好 对吧 大龙一定比 没有远古龙好 这波我一套技能 就基本上这个人就快被我打死了 小游人 可惜就差了一点点伤害 但是没有关系 因为小游人被打残了之后 我们这波直接强开远古龙 这个远古龙 基本上这个游戏啊 到后期远古龙拿到之后 你随着你身上之前拿到龙的很多属性 都会有质变 而且打人身上还会有额外的真实伤害 这些东西其实是一个必须要拿的 在英雄联盟手游里面 我至今为止没有过双龙被翻盘的经历 就是我只要这盘我们大龙远古龙一起拿了 我就好像我就真的没有在翻盘 没有被翻盘过 回家之后啊 回家之后这边装备方面啊 我们其实是有选择的 呃 我这边呢 就是后期呢 你可以出法穿杖 为了提伤害 鬼叔增加自己的伤害 以及简直对面治疗效果 包括像我喜欢出的这个法球 也是在对面低血量的时候有斩杀 呃 这边我在后面卡一个视野 直接露头 直接 这一波大家可以看到非常精彩 因为我出了法球就可以秒人 我卡了他们一个视野 提前攒W 然后出去嘲讽之后 一套技能就把对面 就随为VN秒掉 那这个对于他们来讲是致命的 我这一波 说白了 其实是这盘整个的一个支撑的关键点 因为拿下了对面VN 这边小鱼人直接给了我大招 那么这边呢 我们就直接用中压挡掉 同时呃 援护刀妹 把这个呃 诺手击飞之后 呃 对面随后也就呃 要投降了 好的 这期视频就到这了 感谢大家收看 我们下期再见咯 好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